Hello,大家好,我是现年宅主 之前视频聊了不少墨了 今天这期还是墨,但稍微有点不一样 今天不讲墨定,我们来玩玩墨汁 今天这几瓶墨都产自日本 分别属于古梅园、无珠金生堂、墨运堂 这三家应该是日本现如今为数不多的制墨企业中 规模最大、知名度最高的三家 接下来我们分别来介绍一下 首先是这瓶,墨运堂的九旋三绝 纸套加纸盒的外包装 纸套正面印了莫名九旋三绝 高级作品用墨叶、浓墨、纯菜种油烟墨 边上有墨运堂的印戳 背面是墨运堂的地址电话 纸盒正面还是莫名 贴了个固体颗粒16.5%的标签来表示浓度 500毫升的规格 背面是更详细的一些信息 香料、白痰、含税定价6300日元 那只和人民币差不多380元左右 里面就是墨汁瓶和墨票了 纸盒内盖上印有墨运堂选烟 装墨的是个挺厚实的黑色塑料瓶 墨票上可知啊 这个墨汁的平均颗粒在40纳米以下还是比较细的 墨色为紫感色调 除了基本信息介绍和注意事项之外 还有一个是墨小样 墨在原液和稀释50倍之后的状态 能看个大概 具有一定但不算很大的参考价值 还是墨运堂 纯铜油烟的全名 这个包装就要上一个档次了 铜墨外盒 正面是墨名 背面贴了个中文简介 应该是国内代理公司贴的 因为上面是繁体 最底下两行是简体 所以这上面没有日元定价 墨盒盖子里面 跟九旋三绝的纸盒盖一样 也印有墨云堂选烟 里面是墨票和墨制瓶 瓶子外面还包了张纸 底下还有层泡墨垫 这个包装真的是很到位了 墨票形式和九旋三绝的类似 也是四折五叶 这个墨的平均颗粒就更细一点 30纳米以下超微粒子灯斩及铜油烟 茶籽细墨色 湿墨值也是一浓一袋 原液和稀释3-40倍的淡末 然后是无竹精神堂的耿臣绝妙 外包装是个非常薄软拉垮的纸盒 也是个固体墨的磨磨叶 250克 税后定价6300日元 着实不便宜 500克单价要比墨云堂的纯铜油烟 玄名都要贵不少 这个墨汁国内好像没有引进 我以前在国内网购平台上见过 但是现在好像没见着还有卖的了 我也没找着什么详细介绍资料 据我推测应该是用的耿臣年 也就是2000年的绝妙无竹这个固体墨磨的 我好像有这个墨定 不过是什么年代的我有点记不清了 改天有时间可以拿来跟这个墨汁做个对比 墨汁瓶是个带提手的 整体很简单 就贴了个标签 其他啥都没有 接下来是无竹精神堂的天油缝 这个是这几瓶里面我最早买的一个 所以外包装已经找不着了 反正也是个非常简陋的纸盒 跟前面那俩墨云堂的没法比 简单介绍一下好了 这个墨也属于油烟磨墨液 按介绍来说是固体墨天油缝磨墨罐装的 天油缝属于无竹的超微粒子菜种油烟墨 高级作品油墨 官方介绍这一瓶500毫升相当于固体墨五丁形质磨完的量 但是这个墨汁是6000日元的定价 说和定价12000日元的五丁形天油缝磨穿墨是等量的 这就只能留给大家自己品了 按介绍上写的磨墨液并且是含胶的 那势必一定会加抗尼剂和防腐剂 不然的话直接磨出来灌装的 而墨里面含胶 无论明胶古胶牛皮胶 液态下一定是会腐败变质的 所以也不能说和磨出来的墨完全一样 墨汁瓶倒是挺厚挺扎实的 这个造型也挺方便拿的 最后是古梅园的龙云 古墨汁为括号最高级液 盒子上也没太多介绍 就500cc定价税后4200日元 日本制造 同样是纸盒子 不过要比无竹的质感要好多了 瓶子也很简单 就一个标签 瓶子正面凸写的字是古梅园 背面是容量 然后就没了 这个墨汁国内好像也没有引进 也没啥官方介绍 这里就不多讲 等一下直接看湿墨 在看入水情况之前 我分别把墨汁倒到小墨碟里 看看浓度情况 镜头里不一定看得出 我就直接口述了 首先是九玄三绝 稠度属于偏高的 流动起来相对比较慢 玄冥同油烟要稍微稀一些 流动性好一些 无珠的耿臣绝妙跟玄冥差不多 天衣无缝就要稍稍稠一些 跟九玄三绝不相上下 最后是古梅园的龙云 也属于流动性不错 不是很稠 分别看看入水 因为都是油烟的关系 入水都是偏暖泛红的 不过油花的量 以及漂浮和挂臂的程度 各有不同 就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来上指桥下 墨汁就不用什么七八十年代的老红杏了 先用个日本纸看看 我用的是个90年代的日本储皮二层 是一个比较熟的纸 纸张也比较厚 黑度上显色还是比较黑的 墨色调淡之后都是偏暖的油烟色调 几个墨的墨色区别很小 差别其实比较细微 比较大的区别应该还是在细腻度和顺滑度上 这样粗略的是其实试不太出来 再上个红杏的书画纸看看 墨色的差别依然很小 胶的配比上略有不同 所以墨运扩散上稍微有所区别 淡墨的墨色没有在储皮二层上那么的暖 总体色调还是油烟的暖色调 红星纸上还是可以感觉到 这几个墨汁的细腻度都不错 但是整体墨运都偏散 这几个墨汁的定位应该都是偏书用 所以相对来说更适合写字 我平时不想磨磨或者说赶时间的时候 会用来写写字和画小稿打草稿用 不过真要拿来正经画点东西 也不是不可以 今天就来图图看 来看看能图点什么出来 ì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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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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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种墨汁分别画了梅兰竹菊石头 就这样临时凑了一张画 反正就是随手画着玩嘛 OK 这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 如果喜欢我视频别忘了点个赞 我是金连斩主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